立法院临时会 昨天审查劳基法 一例一修相关修法 不过民进党召集委员 林淑芬却请假拒绝主持 各党团立委争执不休 更是多次爆发了激烈口角 立委们在主席台上爆发肢体冲突 场面一度紧张 立法院临时会今天原定审查劳基法 一例一修相关修法 民进党赵伟林淑芬却请假没有出席 因此一早 时代力量党团占领了主席台 要等候赵伟来开会 我们今天就纯粹的 从合法正当的程序来谈 第一个事情是 今天开会通知发的是林淑芬委员 入场的许可也是林淑芬委员 所以我们的立场很清楚 只要林淑芬委员来 我们马上下来 就让他主持会议 国民党立委们也站上台前 表达反对一例一休 支持两天立假的立场 开似目标一致 都不支持一例一休 但时代力量和国民党团 却又发生争执 大家说你自己去干议事务 你得搞清楚再说这句话 把你的话通过去 不然我就告你 立法院内炮火不断 最后在委员会上 民进党总召柯建民协调 先不开会 今天找这个委员会 大家有不同意见 我们可以折起 但还没有关系 我们再来进行一些沟通的工作 也在院外的劳工团体 从19号开始到今天 持续进行绝食抗议 直到下午两点半 劳团做出回应 决定要结束长达52小时的绝食行动 虽然停止了绝食的抗争 但是我们会发动进一步更扩大的抗争 我们要告诉民进党 不要以为把这个案子锁在立法院 标点就会止在立法院 劳团表示 目前算是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但结束绝食不代表停止抗议 将会在29号30号展开一连串的活动 来捍卫全体劳工权益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劳基法修正草案 劳资双方没有共识 现在有行政院的一例一休 和立法院委员会当中的两天立休版本 我们来看看这两者的差异在哪里 把用具放进机器 没几分钟立刻包装好 这是机械外销公司平常的工作状况 业者表示自己公司早在15年前 就实施周休二日了 但谈到最近的一例一休和两例假一停 还是认为无论怎么修法 中小企业负担都会加重 修两天 但是请员工一定要回来补价的时候 它等于是两天都要以double的薪水来发放 以200人以下的公司来讲 它两天都要加班的时候 它会产生出多出多少 每年会多出2000万的人事成本 必须要在明年度要多做到2亿的营业 它才可以平衡掉这个2000万的支出 对比一例一休和两例假 一例一休是每七天有一天的例假 一天的休息日 两例假则是七天有两天的例假 但一例一休比较可以让劳资双方 有弹性的挪用加班的时间 两例假则无法 至于一例一休 劳工在休息日上班 会把工作时数纳入每个月的延长工时来计算 而两例假目前没有类似的配套 接下来是加班费 一例一休在例假时出勤 是加发一天的工资 在休息日出勤 工资前两个小时和第三个小时开始 都要加发加班费 加班时数 一到四小时是要以四小时来计算 以此类推 但出勤不可以补休 至于两天例假版本 但例假日只要出勤 就加发一天的工资 还可以补休一天 两种类型各有支持者 但劳团直言 两例假才可以让劳工获得真正的休息 在劳力市场上面 劳资是不平等 如果你没有强制 要保障这个休假 劳工就随时可能会在 被老板的要求下得要出勤 所以所谓的一日一休 一例一休的这个休假日 休息日呢 它是一个没有保障 劳工一定要休假的 他是说劳工还是可以加班 劳基法修法争议 延烧两个月之久 目前都还在立法院当中 没有获得共识 未来修法会朝什么样的方向进展 能否兼顾劳资双方权益 都在考验当局者智慧 记者台湾日朋友组台北报道 路客团游览车火烧车事故 也烧出了许多安全问题 交通部宣布将要加强路检蓝查力道 并且将要成立200人的检查小组 在各个服务区和国道收费点 以及游览车停车场主动击查 将大客车拦下来进行安全检查 一上车先看看安全门有没有堵塞 紧急逃生出口能否顺利开启 车窗急迫器至少要有三只 灭火器是否有放在固定的位置 立查看有没有过期 再来还要测量轮胎的胎纹深度 按下去只要在红色的范围之内 就是不同规定 那怎样是可以 超过红色的就可以了 路客团游览车火烧事故影响下 公路总局加强路检蓝查的力道 将蓝查的比例从每个月的6200多辆次 提高到7000辆次 下午北市监理所在市区大规模蓝查 只要有不合格 就会立刻开罚并召回复检 驾驶人旁边那个灭火器的部分 可能驾驶人他比较没有注意到 就是他那个气压部分 他可能就是没有符合规定 就是说灭火器可能会有失效的问题 目前是查三台 那目前是没有违规的情形 这一次游览车火烧事件 烧出许多安全问题 交通部长贺承旦 今天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陈奥表示 重机查车队来检查全台的 游览车车体安全 事实上自从开放大陆团来台旅游 平均每年就有9人因旅游事故死亡 50个人受伤 有立委就要求交通部要好好检讨 低价团旅游的问题 在销价竞争情况下 游览车才会采用拼装车降低成本 贺承旦表示将会在三个月内 重新研议车辆的安全审查标准 记者综合报道 总统府在昨天 举行了第五次年金改革会议 聚焦在教职人员退辅制度 有些听障朋友 是在学校里头担任教职 关心年金改革的议题 可以上网收看网络全程直播 透过手语翻译的协助 了解开会内容 年金改革声量拉紧报 今天总统府召开第五次年金改革会议 聚焦教职人员退辅基金制度 教育部报告指出 公立学校退休教师平均月领退休金6.8万 比退休公务员平均5.6万还要优惑 但是与会委员不解 为何私校教师缴一样的费率 退休待遇却有落差 甚至0.275%的超额年金给付率 还变成转值的负担 私立学校的老师 他所受的待遇反而不一样 比较不好 那缴的保费都一样 为什么会不好 因为现在我们私校老师的 大概平均的退休年值 不是30年 大约是23年左右 所以他的退休所得会比较低 私校老师转业的困难 因为没有人要这个资深的人 因为转到我这里来以后 你百分之0.275%的超额年金的给付 要有最后一个学校负担 最后他可以不要负担 因为坦白说都是违线的条文 可是就过了 看看退休基金总值5600亿 但是20年绩效却只有2.76% 全教总今天提出五大改革方案 第一要切割旧基金 创新基金 财中费率中给付原则 第二将基金管监合一 并且扩大用人 纳入财经人力 第四要提高负责人员的奖励绩效 第五要拨补平衡 避免绩效被逐绩总处的 保证收益制度影响 尤其保证收益制度 让基金投资僵化 被视为是影响投资 绩效的最大问题 全教总六年前 已经草拟公务人员 退辅基金组织条例修正草案 纳入财经人才 和操作绩效奖励制度 而相关的修法内容如今再次提出 也呼吁考试院和立法院要积极修法 记者小陈博玉台北报道